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丰证券也大幅度的下修联发科的目标价 其实台积电也好联发科也好 这两家公司对整个半导体产业 甚至于对于整个台股的大盘走势 都有非常重量级的影响 外资在这里突然出奇招 去调降这些机优公司的目标价 我在这里我也很想要调降外资的信用平等 当然是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外资不要拿自己的信用 轻易地在这里做折损消耗 因为短短的几个月前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联发科 多少外资捧着天上去 才经过了一眨眼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一家公司的不管是他的技术或产品的竞争力 有可能突然之间差这么多吗 所以外资你这个大动作的调降目标价 背后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量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觉得其实外资的看法 向来也都不用再台股负责 所以大家就参考参考就好 毕竟这些股价究竟要怎么走 也不是任何一家 单一一家外资机构说了算 今天来讲的话 航运股震荡比较大一点 我想在昨天我们已经 事先把未来这个产业的机会 跟短线上面的风险 都跟各位做了说明 甚至于手上有持股的 或者是空手的人想怎么买 我也提供了一点操作建议给大家 基本上简单来看 短线上面就是借级用能会比较好 因为一个产业它再好 当它热过头了 你可能进场之后 就会先承受 这个高过于原本预估的风险 或者换个角度想 你同样是想要 进场假如是以短线来讲 目标赚一成 你现在去买航运股 要拼一成 跟你去买其他股票 虽然一样是给你一成 可是承受的风险高跟低 这个是要好好的评估的 那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国内的宏远头顾 又出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把万海的目标价 又上修到三字头 那这个价位 我还是一句老话 仅供参考 因为货贵三雄股价 最后会涨到哪里去 没有人能够事先精准预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便是宏远头顾 他们都是不断的去做 滚动式上修 逐步的上修 而不是在100块的时候 就跟你讲300 或者说在30块的时候 就跟你讲200 而是滚动上修 那但是如果我们从 所谓比价的伦理来看 这个价位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实际上能不能达到 我同样我说了我不背书 但是有它理论上的合理性 一个简单道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散装股的部分 散装股2637汇洋 今天又拉上涨停 不过它震荡当然是变大了 那今天99.7 我们如果抓整数算100块来讲 预估今年因为万海的获利EPS 大概是汇洋的四倍 所以说如果从股价上面来看 汇洋如果来到100块钱 那200多块的万海 相对就显得低估了 否则反过来讲 那就是汇洋高估了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做思考 那这一波其实很明显就是说 在整个航运股当中 真正获利的爆发力最强的 跟股价最强的主轴 是在货柜股 那散装景气也变好 获利也变好 但是它整体来讲 它的获利的爆发力 没有货柜那么强 所以说如果现在整个航运股的走势 是变成说股价跟获利最强的货柜 步调放慢了 而散装股喷出 这个就代表补涨股在转强接棒 那甚至于在整个散装股里面 再进一步去看 整个获利的成长幅度 从高到低 从强到弱 如果比较差的也在涨 而且甚至是喷得更凶猛 那这个更加能够确认 这个族群 它的一个现在接棒的态势 是轮到补涨 那补涨股对于很多 过去错过的散户来说 是一大福音 很开心对不对 因为散户如果没有买到万海 没有买到阳明 没有买到长龙 没有买到惠阳 你有后面补涨股 甚至价格比较低的 50块的中价位的散装股买 散户当然会很开心 所以散户很喜欢 族群里面的补涨股 好了 重点来了 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要让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在一个族群里面 必然会有领头羊 那你觉得领头羊 是散户在买的 还是主力在买的 答案不就很清楚吗 领头羊 当然是主力先认养 先拉上去 那这么多 同类型的股票里面 为什么主力他要去买 那特定的一两只两三只 因为他们就是 这个族群里面最好的 最优的 最强的 最棒的 那散户因为前面没有买 不敢买 不知道可以买 错过了 所以就会 懊恼 懊恼之后就会想要等 那还有什么可以跟上来的 这种就叫补涨股 那补涨股往往就是 市场很多很多的散户 集齐蚂蚂蚁胸臂的力量 一起进去拱 但是里面可能没有真正的主力 控盘者 法人 而且在基本面上面一定是略逊一筹 或者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说我们在看现在台股的盘面特色 很明显就是 基本上都是一个产业一个产业 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在轮动 这种就叫主流股 主流股它的特征就是成交量会明显的放大 像现在的航运股 它的股价绝对是比大盘强很多 而且会不断的有新的利多题材 那多档个股都能够连媚上攻 但是希望大家去注意 或者说思考一下 在同样一个族群里面 你究竟要买领头羊 还是去押宝债补涨股 这个意义其实不太一样的 补涨股大部分它的筹码 都是在散户手上居多 那真正的领头羊 一定有它过人之处 所以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我也跟大家很仔细地分析过散战 我看好 我看好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因为我认为以最近来讲 货柜股在稍微走势放慢的状况之下 散战股在补涨 那这个对于现阶段的航运的 这种上涨轮动的结构来说 不是非常理想 因为是以补涨为主 所以这一波我们的重心 还是放在货柜股 那散战前面惠阳操作过两次 这一波我们就没有再操作了 但是如果你当然有慧眼独具 买到这个好股票的人 赚大钱也是非常替大家开心 好 那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前两天的钢铁股 并没有特别抢眼的表现 但是今天强力地喷出了 这个就是我讲 同样也许今天是一根涨停 航运股也是一根涨停 钢铁股也是一根涨停 今天都带给你10% 但是你进场所承受的风险 是不一样的 航运股是已经 乖离拉开涨了一大段 那你进场呢 你必须祈祷 它还有续航力 可是钢铁股 是已经整理了 一波时间 所以这里你去买 起码你的风险是不高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到 整个钢铁产业 供需没有改变 大陆的钢铁开工率 或者是大陆的钢铁生产重镇 唐商的钢铁开工率 目前都是在相对低档 甚至还叫上周滑弱 那就知道 其实现在整个供给面 仍然是相当的紧俏 那我们看到国际的一个 钢价的报价来讲的话 目前都还是呈现上扬的趋势 而且都还是在创高当中 那国内这一次当然可能大家的疑虑 是在于中钢 怎么没有继续的调涨 最新的盘价 那其实这个就是维护整个 国内钢铁产业 乃至于中下游应用端产业的 整个健康 那所以其实整个产业 它只要不是供需面出现的改变 只是12涨之后 暂时的告一段落 这个其实也不是坏事 因为续航力可以撑得更久 那中宏这一次买进 那今天股价又开始往上 去做发动攻击了 那今天盘中碰到了涨停板 那之前跟大家提过 它前面毕竟还有一些筹码可能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 所以难免还是会震荡一下 但是这都是一两天短线的波动 其实不用太聚焦不用太在乎 因为基本上股价还是 你回到日线上来看 它就是一个整理后的相对低档 所以下有撑 那上档的空间可骑 那当然中宏往上 那几档帮大家追踪很久的 像星光钢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这个位阶其实都是非常安全 那2027大成钢 这个也是帮大家都追踪了好一阵子的股票了 那就看你有没有懂得来回操作的道理 这个位置其实都是可攻可守 而且以中宏 星光钢 大成钢来讲 其实整个基本面真的都非常好 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 成长的趋势其实都没有改变 好 那我说台股现在都是主流股 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在涨的 那接下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我们在5月21号的节目当中 就跟大家提早点出了这个产业 要进入到拐点了 也就是准备转折往上 这个产业就是汽车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全球汽车的年销售率 其实是持续的增长 不过如果就单月的销量来说 4月开始出现了滑落 那这个当然是跟整个目前全球 汽车晶片缺货有关 如果大家对于新闻平常有关注的话 应该有印象 之前因为汽车晶片的严重缺货 美国政府来动用关系 来跟台湾政府沟通协商 那希望我们的晶圆代工 能够优先提拨产能来制约汽车 你想想看一台车 里面这么多功能 你少了汽车晶片 它就没办法顺利的出厂 那整个订单在后面等着 可是少了关键的晶片 所以说这个部分它非常仰赖晶圆代工 能够掉波产的 那么台积电也承诺 在5月份过后 会全力支援来解决 这个全球汽车晶片缺货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有利于整个汽车产业开始复苏 那其中如果我们进一步切分来看 汽车产业里面的电动车 这个因为又攸关于各国的政策 能源环保的目标 所以它更其实不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今年第一季 全球电动车的销售年增率 是高达145% 远远超过于全球一般的汽车 那在最近来讲 因为汽车产业 有缺货的问题 加上上半年是原本的相对淡季 所以说股价就随着业绩 一起做出修正 这个是整个族群性一起修正的 那哪些股票颇动大呢 其实我们做个比较 过去12个月 一年的时间 什么股票涨很凶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来看 涨最多的铜质 雨龙 剑核心 利钦 恒耀等等 这个是过去12个月涨最多的 但是在过去一个月 跌最多的 就股价表现最差的 我们看右边 是哪些公司呢 是利钦 铜治 靖棚 提维希 恒耀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些公司不就好几家 就是刚刚涨最多的股票吗 所以我帮大家圈起来了 至少就包括了恒耀 铜治跟利钦 这个就是呢 过去就是说业绩好 这个族群热的时候 他们是最会涨的股票 不过产业有逆风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他们又突然变成是 跌最深最惨的股票 那这种就是股票波动度大 那现在产业要进入拐点了 其实你要找的 当然就是找这种股票 因为预期它未来向上的动能 会比较强 那如果我们考量到股价修正过后 所谓的风险益筹吸引力 也就是说如果该公司 今年的EPS年增率高 而且本益比低 那就具有投资的吸引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352同志来说 它本身业绩的表现 跟中国乘用车的销量 呈现非常高度的正相关 浅蓝色这一条就是中国的汽车销量年增率 那深蓝色的就是同志的营收年增率 这方向几乎是一致的 而现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已经开始出现强力复苏 那预期从今年到明年 整个同志它的EPS将会像爬楼梯式的逐步往上 那这一条是它的一个后续的EPS预估值 那各位看到 所以预估到了明年 它的EPS甚至可以创新高 那今年就可以接近过去的历史高峰 那这个是它目前股价的位置 距离历史的高峰 其实还有相当的差距 那回归到最后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走势图的部分 今天出量供给 那这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形态 那其实在波段上面来讲的话 因为前面同志已经跌胜了 所以在这里打完底之后 回到一个安全的位阶 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买股票其实你当然 有可能会被盘面当中 最热的题材最强的族群去吸引到 比方说最近一周以来的货柜 航运散装航运 但是假如同样是以 你要进场获得10%也好 20%也好 这样子的报酬率 你一定要考量 你此时此刻同一笔资金 你进场的风险 上档的空间还有多少 下档的风险有多少 那我认为汽车产业 是当中可以关注的一个族群 除此之外 下一个产业也非常具有 爆发成长的空间 什么产业呢 待会告诉你 我们来看一下工具机产业 那这个产业它其实也有一个 蛮规律的循环周期 如果以过往的历史来看 扩张期大概是两年半 整理期大概是一年半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更好记一点 你大约就先记 以两年为一个参考的平均数 去做增减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过往如果我们统计 从1987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 前面已经走了 完整的七次的循环周期 那景气好的时候 大概你可以看到 20几个月 30几个月 40几个月为主 所以我们说平均 大概是两年半 两年半就是30个月 那整理期大概是一年半 约略18个月 接近20个月 好 那我们看左边这边 这个产业它的订单 其实跟半导体的资本支出 有很大的相关性 你可以看到蓝色这一条 就是全球半导体的支出 那红色这一条 就是日本工具机的订单 那因为日本是工具机的 最大厂 最大国 那工具机的应用里面 有相当高的占比 就是在半导体 所以当你听到 看到哪些半导体大厂说 它要扩充资本支出 它要扩充厂房设备 其实这个也会带动 工具机产业的荣景 比方说像台积电就宣布了 三年要资本支出 1000亿美元 好 那在过往的一个 景气循环当中 上一次 如同刚才所看的 大概是在2018年 那达到高峰 然后开始走下坡 那这一次应该 原本是在2020年 经过两年时间 就应该复苏 不过因为这中间 全球爆发了新冠疫情 很多企业的资本支出 也都暂缓 所以其实有稍微影响到这个节奏 不过如果这时间点 又持续回归到 复苏的长轨的话 那这一次的景气高峰 渴望往后递延 所以至少应该好到2022年 那如果在递延的话 有可能到2023年 那18年到20年的这个期间 景气是不好的 那我们来看企业的一个应变 跟管理的能力 如果我们以毛利率当成 竞争力的比较标准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有四家公司的毛利率走势图 那最上面的红色这一条 就是1597值得的毛利率 如同刚才所说的18年是高峰 所以1920年 大家毛利率都往下 但是值得毛利率 它的下滑幅度相对少 而且以绝对数字来说 远远高于同业 2020年它的毛利率是达到40.95% 那再其次是这个 我看一下 是大营为 上营集团的大营为34.25% 再往下是上营的27% 再往下是全球传动的21.88% 所以毛利率部分是值得最优 再来我们看到 营业利益率 这是公司的管理能力 那同样你可以看到18年以后往下 那同样最高的也是值得20% 那其他的同业的营业利率 大概介于6到8% 都是个位数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你可以看到 它在2020年的时候 当同业的营业利率 还在往下的时候 它的营业利率 已经开始出现回升了 所以其实值得 它必然有它 在产品 在技术 在管理上面 它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那今天呢 早盘往上去做拉抬 然后再做回撤 洗伏额 基本上呢 技术面来看 这也是一个低档的一个突破转强 这里景线突破 季线突破 投信刚开始去做买进 那我们如果去看呢 国际的工具机的一个业者 其实股价这一波呢 都开始复苏了 那有的来到了历史高峰附近 有的甚至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上一次的高峰都是在2018年 那我们回头一看 1597值得 在2018上一次景气高峰的时候 它的股价在211元 这里呢 其实长期已经打出了 大概两年的底部了 两年的底部 那突破之后再做回撤 那这里呢 一个形态大底确认完成 那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先放大来看 这个大量的近期的高点 将会是短期目标 这个地方如果再能够站上的话 那我想它就是处于一个 往2018 逐步来做挑战的一个长线规划 那当然先看短程目标 至少目前来讲的话 周KD指标是D檔 刚完成的黄金交叉 所以今天呢 除了跟大家聊半导体 聊航运产业 那另外呢 钢铁 以及呢 汽车 还有呢 像工具机产业 我想都是大家可以去追踪的 主流产业族群 选股操作 如果有问题 欢迎跟上权威家族的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